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我们的《梦想动起来》 很多朋友去练瑜伽,大家众所周知 练瑜伽,练到想变成瑜伽师傅 我相信不是这么多人有的 今天那三位朋友在一个这么好的师傅的教导之下 他们为什么会有一种心态,会变成师傅 有原因的,就是有我们的丰厚的奖品 为了丰厚的奖品,很多朋友都会失去常态 那这三位朋友失常态失去哪个地步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练了一会儿,过零钟 练了过零钟,还有没有其他准备功夫? 23 买件衣服就当秘密武器吗? 不是嘛,我们看看天有什么绝招 有,昨天练了整个小时 还准备了一些神秘的礼物 好 是不是这么神秘?看看Coco又如何? 除机影片 随机?有没有秘密武器? 被说 到齐了,到齐了,到齐之后就要热身了 这个时候首先拉一下筋 我们看到天和Human好像筋不太松 Jaco也有帮他们手 为什么这么努力?因为等下就要搞功课了 好,现在就可以看一看 试一试给他们看你们准备做什么 今天课 第一个交功课的就是天 而他选择的是摇蓝色 我们看他做得很辛苦 瑜伽不用那么辛苦 不过可想而知摇蓝色真的很难 OK Human How about Chill? 可以给你们看 第二个就是Human 他选择了看上去和听上去的比较容易 鱼的鱼色 看来他做得都OK Coco呢 Human How about Chill? 而剩下我们Coco呢 就选择了蛇色 果然是健身教练 哇,猶人度,协调,一流 OK 那现在可以给你们半个钟头 自己先练习 先见住有生理的学生 希望你们可以教他们有点动作 谢谢 三个交完功课之后 剩下来只有半个钟了 他们正在持续时间 立刻问一下Jaco的学生 同样都是瑜伽教练 他的名字叫Yoyo Yoyo也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他们持续时间继续训练 这个时候Jaco又觉得他们三个表现 究竟是怎样呢? 他又会看好哪个多些呢? 一天的话 是一场都是全身最难的动作 让我看 意思是 自己是没有处理好动作 应该怎么看 Coco是特别好 因为 因为 知名是什么? 知名人是 你瑜伽 睡觉 睡眠是很重要的 他就是 今天是比较舒服 顺利 做出来的工作 所以 人生是一直是觉得有一个稳定的进步 今天是这样的 我要增加最终的大奖 大家都已经咬牙切齿了 你看不到 因为他们掩饰得好 好 接下来 他们三个如何面临终极大挑战 他们付出的招数又是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请来看看这次终极测试的终极评判 第一个是 瑜伽教练 Yoyo 第二位是 第一次玩瑜伽的 Lucy和Louie 你准备什么? 准备衣服 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怎么准备 有信心吗? 有的 大家好 很幸运能够和大家 教瑜伽课 我叫Human 大家可以叫我 大家来学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哎呀 Human 虽然已经尽力了 但是依然有点拗口 和有点害羞 不知三位终极评判 对他的教导 觉得是否有方 我担心就是 本身已经是瑜伽教练的Yoyo 对他当然是慢半挑剔 而第一次玩瑜伽的Lucy和Louie 好像还信得挺十足 那三个动作就做完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 稍微休息一下 好吗? Suman呢 他有点紧张 然后他也是 进步挺快的 能完整地 能把瑜伽的动作给表达出来 然后瑜伽的呼吸 还放松 他也知道要注意 就是他有点紧张 就好像有点 怕丑 他可能就可能 怕一些吧 好像进来的时候 可能怕丑一点 又是 今天我带了一些香氛 来给学员 让他们放松一下神经 让他们更好地进入 瑜伽这个精神状态 你有自己有信心? 100%有信心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瑜伽课的老师 晴老师 下巴要碰到电 然后下巴碰到边向前 然后靠你 要用力量 将个人提起 阿天的表现 好像顺利很多 三位终极评判 在他的带领之下 或者教导之下 都表现得很配合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出问题了 阿天竟然在这个动作 摸不到自己的翼翼 怎办 因为我看他昨天 没学之前的什么状态 所以我觉得他进步挺快的 动作能很完整地做下来 也知道有这个放松的意识 所以说还可以 我觉得他很有耐心 而且很清楚地 来听下一个动作 要怎么做 阿天他都挺好 很熟练的动作 可以说出来给我们 还会教我们 如何呼吸 挺好的 挺认真 第三个出场的就是Coco 他好像信心十足 还带一些东西来 今天我带了一些音乐 大家好 我是Coco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瑜伽课堂 我会准备一些音乐 带大家去做几个瑜伽的动作 好 那我们先进行一些放松的练习 先 有健身教练经验的Coco 果然是不同 入到来又不怯上 又不怕丑 而且还很纯熟 我们先做五分钟的放松练习 呼气的时候 肚子慢慢收进去 因为Coco之前是健身教练 所以穿球对她的要求也特别高 还演场监象 看看她的节奏掌握得如何 而Coco也自己编排了一些动作 让三号议员 可以演场轻松一下 看来表演很不错 我觉得Coco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瑜伽课 放松 音乐 尤其是音乐 直到运用上 他可以矫正我们有些不正确的姿势 让人很放松的感觉 Coco 我觉得很好 特别是他一开始进来 就懂得拿音乐来舒缓我们的情绪 看完他们三个表现之后 无论是终于评判 还是电视机旁边的朋友 相信心里也有数 但这次我们出现了 梦想同一类优优斯 未出现过的赛果 就是你们给我很感动 在这么短时间 有一个好奇 接受的能力 然后让我去决定哪些人做得好一些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工作 读书都是一种精彩社会 你们来到学瑜伽 目的根本不是 就跟别人去比赛精彩 大师就是大师 瑜伽大师就是瑜伽大师 多谢老师的指导 让我做人一个新的体验 多谢老师 这些真的无意良多 多谢老师 我会继续帮你 多谢你们 我来这里 我很看好瑜伽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因为随着中国的生活水平提到 大家越来越关注内在和身体的健康 而瑜伽呢 它是非常好的 提出心理的一种发挤 当你身心健康的一个能力运动 所以瑜伽在中国发展会越来越好 潜移也会越来越广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 在中国的当地的老百姓呢 已经接受了瑜伽 以前瑜伽只是面对白领 就是特殊的一些人群 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大众的人群 已经接受和学习瑜伽 在中国的一种发展会越来越来越多的 那是一个人的发展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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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 那是一个人的发展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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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